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道看起来富满色者了 夫人帮我们介绍 这一道叫什么 这是优格 水果优格 然后就是饭后的甜点 因为外面的优格很多呢 它为了让口味吃起来比较好吃 它就会加很多糖 或者是什么蒸酬剂 做的呢我们就是 可以选择比较不酸的 这些优肉乳 就是说不加糖的优肉乳 自己做会不会很麻烦 不会 两分钟就好 怎么呢 怎么这么简单 你就去那个超市买一瓶你要的鲜奶 全脂的 你就把那个玻璃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容器洗干净以后烘干 然后呢就把这一瓶的牛奶倒下去了 这个动作只有10秒钟 然后呢你呢 拿这个所谓的优格粉 或者是在超市买的 那个原味优酪乳也可以 就一小瓶 大概是200cc 200cc左右 就那小小的 对 原味的 原味优酪乳 你把它倒进去 然后拿干净的筷子搅一搅 OK 那就放到电锅 用那个筷子啊 垫着 不要让它直接接触到那个铁 因为太热 然后呢 扣在电锅上呢 然后呢 你就按插头保温 那个不能按下去喔 保温 然后呢 弄一个筷子把这个盖子盖着 就卡着 让那个有点通风 6小时 不是全封闭 不是全封闭 温度不会那么高 这样6小时 它看起来很简单啊 对对对 就是你底下要垫一个东西 不要让它直接接触 所以我们这边喝的是 看到的是完全纯真的 没有加糖 也没有加任何添加物的 对对对 无加糖的 那会好吃吗 哎呦 来来来来 先原味的给它一汤匙 原味给它一汤匙 原味一汤匙 不是拿你的汤匙来 一汤匙 你这干净的嘛 你这干净没问题 就直接拿直接拿 原味的 原味的 我再试试看 来来你先吃 我再想想看 我每天晚上吃一碗啊 你看这个看起来 既像的乳酪 也像的 也像是 雪白的这个 豆腐样 就是优酪乳 对啊 就是优酪乳 我想不出别的形容者 对它就是优酪乳 但是 你会觉得说它不酸 就是一点点为酸 我自己DIY到底 好处是在什么 你就保留那个益生菌 然后最主要是什么 等于就是说呢 不会有任何的添加物 刚刚我太太是学化工的 刚刚讲的一个 所谓的真稠剂 你听懂吗 就是说 它本来看起来是稀稀的 但是它要把它弄起来很粘稠 它加了真稠剂 所以它看起来好像特别 扮相好看 对 那另外有的时候 它会有口味 比如说草莓口味啦 蓝莓啊 对对对 那那个东西你也要小心 因为有的是 有的是新鲜蓝莓 有的只是蓝莓口味的添加剂 这个是纯真的其实最好 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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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万一万一 所以我要想在家庭中做点趣味 或者我加点东西 我看你们加的是水果 我们也可以加冷冻蓝莓 我女儿就把它变成milkshake 就是直接拿那个果汁机 把蓝莓打碎 然后呢 那个优格跟蓝莓 和在一起变成蓝莓优格